先知把神的信息、神的启示记载下来以后 天使也去看这个写下来的是什么意思 这些先知预言里面有一个信息被隐藏在后面 但是天使强烈的感觉到将有大事要发生 天使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看见连受圣灵感动的先知 写圣经的先知也都是抓破头皮 都不明白这里面隐藏的奥秘是什么 那到底神要做什么呢 这个是个隐藏的奥秘 在以赛亚书里面、在耶利米书里面 他们都把它称为叫做救恩 这个救恩拯救的话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叫做赦免 天使就会问说 这个不行啊赦免 那有罪人赦免 但是神是圣洁的 神从来就不会违背自己所定的法律 那这些有罪的人怎么可能被圣洁的神所赦免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罪的公价乃是死 这个公义的律法 神的公义的律法从来就不会改变 所以每一个凡有罪的都要死 所以天使看见地上每一个从亚当开始 每一个生下来的都是有罪 那每一个将来都要走向死亡了 所以天使就说 那我们再来看看 到底这些预言里面 先知的信息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 我们来看看 到底神赐给以赛亚的这段信息是什么 说什么呢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天使说 童女怀孕生子 这个对天使来说 神是大能的 他什么都可以行 但是下一句是什么 下一句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要人必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 这个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那天使就在想上帝与人同在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可能啊 天使会讲这不可能啊 这个天使说 上帝与人同在 意思是说我们圣洁的主 将要变成跟那些误会不开的人 变成他们的一个 其中一个 所以这天使彼此就有讨论 他们就在那里 甚至变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呢 当这个大事 即将要发生的 前夜 他们天使 就知道了一些事情 这个神拆遣了 这个神拆遣了 这个天使加百列 天使加百列 去找一个人 他说呢 你要去一个地方 找到一个年轻的女子 然后你要这样如此地告诉她 他说你要告诉她 你将要怀孕并且生下一个儿子 然后他说你要吩咐这个女子 给她取名叫耶稣 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 这个神很明白 当加百列把这个信息告诉这个年轻的女子之后 这个女子她一定要问 我怎么可能可以怀孕呢 所以神跟加百列说 若这个女子问你这个问题 你就告诉她 你的儿子将要被称为神的儿子 当加百列在领受神这个命令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的震惊 他们听到神吩咐的时候 居然知道神的儿子 要下到地上去 成为误会不堪的 这群罪人当中的一员 而且他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神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天使就看见神的儿子 在上帝的宝座上站起来 他们看见神的儿子 把自己的荣耀和尊贵都放在一边 然后他们看见神的儿子离开他自己的宝座 就下到地上去 天使亲眼看见 这个神的儿子就进到这个年轻女子的这个肚腹里面 那在地上到底要发生什么事 神去那做什么 他们天使也看见这个孩子的这个人体的形状慢慢地成形 然后呢 他们也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 因为他们曾经看见他离开自己的宝座 上帝的宝座 吓到人的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天使现在看见呢 他吓到地上不算 他居然在领受一个全新的像人一样的这个身体 穿在这个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上 所以天使就并心静气继续地查看 先是说他要生在伯利恒 那但是呢 这个约瑟和玛利亚是住在拿撒勒 那天使要想 那到底既然他要圣在伯利恒 他又是拿撒勒人 他怎么可能这样是发生呢 then the angel who was appointed to Caesar heard Caesar make a decree 所以呢 神就差遣一个天使 去到这个 就是到那个凯撒王那里 叫这个凯撒王下了一道玉址 这个玉址是什么呢 就是在那个地方要进行人口扑察 所以天使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才能够让基督降世在伯利恒 因为大家知道约瑟的未婚妻 玛利亚是这个大卫的后裔 他们两个都是约瑟和玛利亚 都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根据罗马帝国的规定 当人口扑察的时候 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本家本地去 然后呢天使继续的详细的观察 看见了当这个基督降世的那前一天 他们看见天上神造了一个新的新 然后这些天使看见在 在这个 你